一千四百年前 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 随着长江裹挟的泥沙 历经千年的朝涨沙尘 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击岛 崇明岛 岛上良田万寝 果林菜园如枝 是上海的粮仓和菜篮子 当历史迈入二十一世纪 这里在探索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生态路上 迎接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在滩土上突然隆起的泥堆 叫碧朝墩 曾经是崇明人逃生避难的地方 长江携带的泥沙 时而在岛上淤积 时而又因潮水而坍塌 历朝历代 崇明人生活在一片随时都会被冲滩的土地上 留住土地 曾是崇明人关乎生存的命题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崇明的土地面积才开始有了大幅而稳定的增长 1960年8月15日 时任上海市徐汇区区长的李守兹 接到市里的调令 走马上任第二次上海维肯指挥部的副总指挥 那时的中国 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解决老百姓的吃饭 吃菜问题是当务之急 对于维肯的苦 李守兹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现实远比他想得更为残酷 最困难的就是吃饭 天天吃不饱 每次中午和晚上十六点 和上海同一次电话 在李守兹的记忆里 维肯修筑第一把最关键 最紧要的就是河龙时刻 大坝河龙时风高浪急 很多头下的草带土块被风浪卷走 为了抢时间 维肯者们奋不过身跳到水中 筑起人墙 用血肉之躯去阻挡浪潮的冲击 水最高到这个位置 然后最惊心的时候 是我们过一个 大概三十米宽那个主桥的地方 这个桥在抖 这个水打出 往东那个方向 大概是一百来米左右的地方 就是那个入海坑 踩空了 就到东海里面去了 冬天呢 人跳下去 挡住这个 净出的潮水 净出的水泥 那就是零下四五度 最冷的是零下六度 为了留住土地 崇明大维肯历时半个多世纪 无数的维肯者将青春交付于这片土地 构造了这块城市绿飞 也奠定了今日的生态基地 解放初期啊 崇明岛只有五百平方公里 现在一千万百平方公里 上海解放一个崇明岛不断遇长 给我们百百增加了七百平方公里的 陆地 上世纪 留住土地对于崇明来说 始终是最重要的话题 到了九十年代 一种原产于北美东海岸 及墨西哥湾的植物 护花米草 被引进到崇明 这种植物地下根系发达 能够很好地固定遗沙 被视为饱滩护堤 促于造路的最佳植物 以此结束 靠尖挑手扛 留住土地的艰苦岁月 因为它根系发达发达 那它可以长到一到两米左右 它对这个固定泥沙的效应非常好 所以但是在海滩 我们国家的沿海 这个里面的海滩上面 做改变的一些推广 然而谁也没想到 这株小草的生命力 被严重地低估了 它的急速蔓延 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生态危机 崇明岛的最东端 东滩湿地 繁茂的爪生植被 丰富的底气动物 吸引了成千上万 在漫长的迁徙途中 需要食物和休憩的候鸟 这里是东亚最大的候鸟保护区之一 全球一共有八条候鸟迁徙路线 在我们亚太地区 最重要的一条候鸟迁徙路线 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 而我们的崇明岛 刚好是位于这条迁徙路线 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 因此每年春天和秋天的迁徙季节 大量的候鸟 在南来北往的高程中 要在崇明岛休息 真好崇明东滩和河口不从能量 如果假如说这个地方崩溃了 这整个链也要断掉 2002年 东滩被国际重要实地公约密书处 认定为国际重要实地 赋予了世界级的生态地位 实地为上海这座城市 提供了90%以上的生态服务功能 在调节气候 净化水质 抵御风暴潮等自然灾害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被称为上海之圣 崇明岛与上海 或者全球非常重要的地方 主要的就中在东滩 它在寒阳水阳 包括降解污染物 包括调节气候 包括在提供后备图的质量上面 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医 它可以把我们城市里排放出 二氧化碳固定下来 前进气候变暖 主要是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太多 上世纪90年代末 刚刚从华东师范大学 生物学系毕业的汤晨栋 怀揣着梦想和热情 踏上了这片土地 它没想到 自己会成为这里的001号员工 也未曾想过自己会在这里扎耕十九年 面对这样的一个像类似 我们大草原的这样一个广阔的一个滩图 我当时一下子也闷了 汤晨栋首先面对的 是东滩自然保护区 深思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 护花米草 2002年 东滩的护花米草 还不足500公顷 到了2014年 已经扩散至2200多公顷 由于护花米草诸从密室 所到之处其他植被便难以生存 从而导致了水质恶化 和生态系统的退化 那么护花米草入侵以后 它就把不盖它攒的地方 它也去挤炸了 那你想这个鸟为死亡 那食物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那段时间 鸟的种类数量是极具小强 能否治理护花米草 成为了能否为迁徙的鸟类 保留这块休养生息之地的当务之急 然而 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并没有现成可行的经验 和相似案例可供借鉴 我们希望这个地方能够生成一片草摊 一片水摊 有这个原始的这个摊地 效果会是比较好的 当时我现在进去想 想了各种办法 你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在一万五季的 这样一个复花米草草摊上面 去看上这样的工作 交通十分不方便 物资补给不散 我们还不知道路在何方 于是 在一望无际的 护花米草草摊上 一向为了改善鸟类栖息环境的 国内外罕见的生态修复工程展开了 整个生态修复工程 控制性的工程是 我们要修26.9公里的围地 要在这个围地 还要修四座寒杂 但是 东滩每天两次的潮汐 是修建围地最大的威胁 2014年的冬天 寒潮来袭 因气温急剧下降和雨水的骤降 导致水位上涨 大风掀起的大浪 近有三四米高 花了半年完成的围地 一夜之间被摧毁 但是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东滩的护卫者们 建造了一个可由人工调度 管理的生态保护系统 具体来讲呢 我们叫六个字 叫围割烟塞重条 那么这个围呢 首先呢 我们要修筑一个物理的隔离措施 使这个花瓷槽 不能够再继续的 往我们所需要的 那些鸟内气地去扩张 我们在适用洋发器的时候 我们就放上水 我们叫蓄水一割 然后割了以后呢 就剩大概五到十公分的这种浸茶 这个浸茶呢 然后我们在它淹半年左右 它也就死掉了 根也就烂掉了 我们把它水放掉以后呢 就让它改善地表的这种 土栏的通气的状况 让那个其他底级生物 包括鱼类 包括我们其他土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建造可由人工调度管理的生态系统 这是在为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保持自然资源多样性 所做的努力 2001年 吴远正式批复 将崇明作为21世纪 上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 从此不再考核GDP 大家知道GDP是一个驱动力 在上海当时 我看资料 可以基本上这样认为 中国最早为了生态 这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包括和现金GDP的 是崇明县 制度改革 长江经济带 有个叫共扎大保护不高大开放 崇明正好处在长江的最末端这个地方 起到一种样板的注重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面 崇明建设成为世界界生态的就有示范意义了 然而 与生态最为息息相关的是基础产业 农业 要开展生态建设 必须大力降低农药使用量 提高土壤质量 这对传统的生产方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我们不要把农业看成是低端的 我们现在搞现代化了 就是舍开农村了 实际上你想想 工业比例涨了越多的时候 那个农业的稀缺性就凸现出来了 稀缺性到了它的价值就高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高富价值的农业 那么像这样一些 确确实可以在聪明好好做做发挥的 在这里拥有水产大学养殖专业硕士学历的沈洪 找到了独特的方式来实现农业的高附加值 实现了它的现代田园梦 我们又是南方人 三天不吃大米饭都很难过 但是农业用了这么多 它的残留对我们人总是不安全 所以我在想 我们怎么样水道上面不用农业 而农业用不用呢 也不是我们人所的善 有没有一种生物作为农业的指示 这种对于农药高度敏感的生物 是江南人餐桌上的常客 小龙虾 沈洪在稻田中间种上水稻 四周挖沟养殖小龙虾 小龙虾可以吃病害虫卵 更重要的是 即使是极其微量的农药 也会影响它的存活 因此它是测试稻田 是否受到农药污染的重要指标 这种多物种相生的自然循环系统 被称为立体重压 它可以确保有机水稻 在无农药和化肥的情况下 健康成长 然而在创业初期 却受到了当地农民们的质疑 就连枝根枝底的老员工 心里也直犯低估 当时我们心里想 这个是大老板做的事情 离我们很远 这个很危险 就是面向亏本 老百姓开始的时候认为 水稻不用农药是不可能种好的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常规的 用农药来种这水稻 2006年6月 龙虾最多产时节 龙庄的稻田里 却死了大批的龙虾 原因不差自明 就是员工为了追求水稻的产量 偷偷用了一点农药 因为我们小姨小虾 他不会说假话 你用农药 他一定就试给你看 沈红不得不将水稻田里的龙虾存活率 加入员工的考核标准 第二年 水稻产量虽比前一年有所下降 但品质却大大提升了 当时市场上的大米 只卖两元钱一斤 农庄的虾练米 却卖到十元钱一斤 还供不应求 现代科技带来了农业的高效益 生态养殖带来了农业的高附加值 生态保护成为了经济效益助推器 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中 有农业还有工业 而现代工业曾是上海 也是崇明崛起的根本 生态建设是否不再需要 曾给人类带来巨大改变的第二产业 传统工业改造的话实际上是一直是一个永久的一个话题 传统产业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包括机械啊 农业啊 钢铁啊 尽量地把你的废弃物再次元化 如果这样做的话可以实行绿色的发展或者循环经济 不是说所有的制造业都能上报 它应该要符合生态的 又是要高兴技术的 它参加同崇明发展 上海发展 乃至于国家发展 都是有联系 张卫 2012年开始在崇明创业 主营业务是生产和销售养殖奶牛的设备 但因为销路不佳 激进破产 2015年 随着崇明生态岛建设的深入开展 给张卫的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 我们原来是做胸墨机械的 而没有想到做接杆 后来正好跟崇明县的农围 我们有了一些沟通 沟通以后我们才知道 倒接杆在崇明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怎么来阻止它 每年的下收秋冬之际 大量的接杆被堆在田间 它们会因雨水而腐烂 产生溶于水的有毒气体 导致水污染 如若对接杆加以焚烧 又会产生大量的浓烟重物 对大气造成污染 水和空气是生态岛建设的重要指标 人们传统的生产方式 必须发生根本的改变 15年开始的时候 崇明的倒接杆是实际上 持于一种没有规模化的升级 和处置的这种背景下 从绵延污染的角度上来说 因为它这个量太大 有30万亩水稻的种植面积 有没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 张卫和他的团队 开始研究农业废弃物的生态化处理 他选择了挪威的 专业从事农业机械制造的公司 展开密切合作 那么收下来的结果并不那么容易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整个上海地区 或者说长江三角洲地区 它土的地块比较小 然后走到地里面的这个炉比较窄 那就是这个机器 根本进不到田里面去来作业 北欧的大型农机 要进入江南的乡间小道 就必须对机器做本土化整改 改造不仅仅是改变机器的宽度 各项零部件的性能都要重新调试 历经了多轮改造 张卫终于研发出了 适合崇明地形条件的接杆回收机 即碱石 打捆 果包于一体 接杆 富含氮 磷 钉 钾 钙 鎂和有机质等 是不可多得的优质处死掉 我们就送到海山洋保重中心给洋吃 我们所有做的这一切实际上 说到底也就是 崇明生态它建设给了我们机会 凭借接杆回收业务 张卫激进破产的企业 终于起死回生 生态岛建设 给这座城市之岛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希望 这个世界级生态岛 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生态建设能中了岛月 产业发展模式 在积极探索 生态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根基 中国的第三大岛 崇明 从长江口一个曾经的孤岛 变成了一座城市之岛 实践着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朴素的发展理念